你可真行啊 有马车不坐 你懂什么呀 新冠上任第一天 就得让他们看看 我坐在马车里 让他们看什么呀 看嘛呀 没休息好 你说你上任 你一个人去就行了 你干嘛一大早 把我也给叫起来啊 我比你睡得可少多了 起早换假 我就看不出来了 你一个大男人 你说你挑挑选选一早上 这假也没什么区别啊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今天过门呢 男人最重要的就是细节 这叫重视 估计就你一个人重视吧 你还别说啊 据我观察 这街头巷尾的 估计都是我爹的舅 都在暗中保护我的 怎么能说 就我一个人重视呢 是 人是挺多的 身居高位 下面的将士的 难免会如履薄兵 你呀 慢慢习惯吧 小侯爷 你先小心为上 什么小心 这里是青州 我爹混了那么多年的青州 谁不得给我小侯爷 几分薄面啊 这城手府 这城手府的大门怎么开着啊 兄弟们 走 是 是 过来 来了 来来来 干一个 必须喝啊 来 来来 干 好酒啊 还那么客气 各位 听我说两句 这来到这儿啊 就像是来到自己家一样 想吃什么 想喝什么 想要什么 就跟他们讲 来 干了 小侯爷 您太客气了 多谢小侯爷 欢迎麦兄 小侯爷 兄弟 想求您帮个忙 我这不是 一直想去北磨吗 一直弄不到通关文底 不知道 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还是要去啊 好 必须得去 小侯爷 您看这 阿梅兄弟 这件事情 你找我可算是找对人了 这个通关文牒的法方啊 是归义和使团管 而这个义和使团的长事儿了 那可以说就是我亲哥哥呀 小侯爷 这杯酒 我干了 干了 来 来 诸位 诸位 若是能将定南侯活着带回去 无非一兵一卒 便可将青州纳入囊中 岂不是大功已鉴 小侯爷 还没你干嘛 放了小侯爷 对方买家已经到了 诸位若是再不决定 我可就要与他们聊了 好 好 你把人交给我 我保证送你出关 我龙吟未要的人 谁敢带座 好 他可是青州守将 掌管青州兵权 活着可比死了值钱多了 准备跑 定南侯商一支 勾结北墨 杀无赦 走 走 同志宫口的人 务必拦住他们 都打起精神 绝不能放他出谷 是 没事了 阿美 阿美 不知为何 刚刚 你换了一个角色 特别不客气地对我 我反而觉得 有点血脉纷张 很幸福的感觉啊 哪有为什么 他是为了救你啊 对不起啊 我刚没告诉你 就是怕你眼不好 你下一次也别告诉我 海盗也不错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 要乱七八糟的 我告诉你啊 我们到了谷口 也很难过去 此处我也担心 要不这样吧 我去接上秀儿 我们在谷口集合 你看好的 走吧 嗯 诶